厨神十神巨王牌 不得菜谱终不还 大王队长王祖兰 集结明星厨神 我们厨神在 十神请委拜 风味主厨谢霆锋 煎比如说最简单的煎牛排 蛋糕女王蔡依林 最强搭档推斯蔡卓妍 钟星桐 彩色 当红偶像薛之谦 我在上海自己有火锅店呢 各路厨神封位 是要征胜国菜 王源宋倩 小王队长王源 汇聚明星石神 世界天下菜 国民媳妇海青 欢乐英雄杀影 默契组合筷子兄弟 萧阳王太丽 人气女星白冰 我喜欢吃世界各地的美食 还有王牌特工宋倩助阵 明星石神聚首 定要取胜当王牌 你觉得吹牛吧 他为什么要挑衅我们 王牌之战 明星厨神大战明星石神 谢霆锋 蔡依林 化身荷包蛋 到现在推开 蔡依林过世界金奖作品 现身王牌舞台 那时候因为演唱会要做一些 钢管啊 道调那些 反而在烤蛋糕的时候 把这个紧张的情绪缓解这样子 出版本 双方牌 薛之谦凭遭陷害 薛之谦做菜最难吃 谁是幕后黑手 帮我带出去 打车 出神石神 哪队技高一筹 喂 喂 停车 喂 我刚刚说到敬礼 我说什么 你说一遍 那我刚刚说啥了 我是北方人 我不吃这个 今天 在王牌对王牌的舞台上 两支队伍将展开一场 关于美食的战争 谁才是今天的胜利者 没有他红 我让让他 我让你啊 你年纪大 让我们一起期待 欢迎各位来到2017浙江 是重磅升级推出的 大型棚内明星艺能成长节目 王牌对王牌 本节目由vivo手机冠名播出 今天晚上将会是这一季 王牌对王牌的决战时神之夜 各位 准备好了吗 马上有起两位队长 以及我们的王牌特工 王祖兰 王源 宋千 ready 预积 又来了队长 哎呀 跳公 这个你看 今天这个现场的气氛 我觉得依然在过年浓浓的 这个洗庆氛围当中 但是我觉得中国人 无论是过什么喜庆的日子 都和美食有关 对不对 是的 最爱吃什么 跟我们透露一下好不好 咖喱鱼蛋 鸡蛋仔 鸡蛋仔我喜欢吃 鸡蛋仔好好吃到 其实我也是更喜欢吃那种小吃 小吃最好吃 特别过瘾 小元最拿手的菜是什么 我就只会一道 会一道 绝对无敌 请说 烧菜系的 烧菜系 烧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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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元今天《决战时辰之夜》 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人 《决战时辰之夜》 我带来的肯定就是食神队了 他们可都是吃遍全球的高手 不会做饭只会吃了 就是 太好了是不是 这个就简单了 那接下来马上进入VIVO王牌时刻 有请小王的战队出场 让我们掌声欢迎 沙翼 白斌 凯青 筷子兄弟 萧阳 王太丽 欢迎各位 好久不见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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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说明一下 为什么你有资格入选我们的食神队 大家知道啊 我的成名作是吹是班 吹是班干嘛的呢 就是做饭的 所以我才是食神 我呢是因为演过一个戏叫后厨 我在里面是女的行政大厨 王老师 我们其实理由很好 对 我们的名字叫什么 筷子是用来干什么的 炸油条的 对 那是干什么还是吃 所以我们一定要是食神队的 对 吃的就需要有人做给你们吃吧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是厨神队 厨神队 有请厨神队出场 在VIVO王太时刻 让我们欢迎邪天宫 阿萨 阿娇 萨依林 薛之谦 阿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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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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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绍一下自己 为什么可以加入我们的厨神队 为什么是厨神 开玩笑 我在上海自己有火锅店呢 我做这个生意的 我怎么不会是厨神 罗格爆料了 薛老师 拍戏的时候天天 麦当劳 天天就得麦当劳 你没见自己做过 没有 他红 我让让他 我让让你啊 你年纪大 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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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这边吃辣的 那蔡依林是甜的 对不对 甜的 你做甜的是什么呢 翻糖蛋糕 一个翻糖蛋糕叫成这样 没吃过蛋糕啊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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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不是不是 人家的翻糖蛋糕是刚刚拿了奖的 我的天赶快说一下 这么厉害啊 拿了金奖 好捧场 清风 没有 还要说吗 真的 所有人都看过蛇岛风味对不对 在去年的时候就拍了一部 关于美食的电影 叫《决战时神》 谢谢大家 一定要支持 我也是出身队的 我都在香港开过甜品店的 然后不够一年就倒闭了 今天倩妮这个王牌特工 身上有三张王牌 对应三个特殊的技能 三个特权 对 那今天到底怎么样来争夺倩妮呢 因为在节目开始之前 我们的设置组 就已经跟随着每一位今天到场的家庭 来进行拍摄 对他们恶起体肤地进行考验 这些东西 两大战队需要通过饥饿挑战 允许王牌特工 两队需要在这段时间内减重 总和最多的一组破胜 我们现在先吃很多 然后我们之后就不吃 我这算作病了 我这不算犯规啊 吃东西很正常吧 我也是骗了 80.8 喂 58.4斤 嗯 不好意思啊 久等了 徐老师 您这种衣服怎么有点怪怪的 没有 我一会儿准备出门嘛 我准备一下 我先称称提重啊 哎 徐老师 我们不能穿这么多衣服称重的 我平时就是这样的 我睡觉前都是 基本上都是这么穿的 不行 老板用风脱了 谢谢 徐老师 口袋里是什么呀 口袋里是谁 这个 我知道正好渴了嘛 那我直接喝下去 其实一样的嘛 在这喝 在嘴里你们都不介意吧 徐老师 你衣服还是这么多 还得脱 可以了吧 徐老师 你不能穿一个吧 62 接下来整队称重 我们比两队减掉的总重量 来啊 来啊 对面出来的是谁啊 我跟你 喂 让你嘛 让人家 来 不老人家嘛 来来来 脱鞋啊 鞋子一定要脱掉 好 我吸点气了 我吸点气 我吸点气 不 八十点八 就是三百二百 一百六十多斤对吧 一百六十多斤 一百六一百六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队目前的体重 是谁啊 七百六十多斤 现在七百五 减重十二斤 好 来 换一队 我们来抄一下 来来来来来 把大一也脱了 大一也脱了 你瘦大一也脱了 我还有更高点 你瘦大一也脱了 你把我的都抢走了 好 还有头套 假头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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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隐形眼镜 不要了 好了 好 我们就不怕 我们本来就很瘦 他们现在的体重 是 之前六百二十八斤 现在六百二十七斤 减重七斤 太不专业了 我们还七斤 我帮你们都加起来 每人一斤 好 接下来我就正式地宣布 今天王牌特工宋茜 归属的是王源的十神队 真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马上来听一下 十神队绝的口号 我们十神队 实验天下态 我们出神队 十神请归拜 他为什么要挑战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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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来 跟大家来说一下 今天整场比拼的一个规则 因为每一轮 我们对应的都是一本菜谱 但四本菜谱当中 只有一本 是真正的十神菜谱 每队最后拿到的菜谱当中 包含着十神菜谱 就获得了我们十神对决 巅峰之夜的胜利 可以拿到这个最响亮王冠上的明珠了 马上进入苦其心智 食材知多少 王牌对王牌 欢迎各位来到2017浙江的是重磅升级推出的王牌对王牌 欢迎各位来到2017浙江的是重磅升级推出的王牌对王牌 食材知多少游戏规则 每队各拍六人参加 三人游戏 三人接受惩罚 游戏中 每一名队员说出一样食材 后一名队员回答该食材的颜色 依次传递 回答错误较少的一队获胜 每次比拼之前 两位队长都是老习惯对不对 彼此要打一个赌 这一轮你们想说点什么 那我这一次我就给你赌一个大一点的 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一队都很强 绝对不会输 而且还有欠姐的三个技能 如果我们输了 不不不 什么如果 我继续讲吧 你把结果都说出来了 对 如果我们输了 我们就发微博 发微博当天就发一个 你们觉得做菜做得最难吃的艺人 祖兰哥好多 这样很得罪人 我就发薛之谦 薛之谦做菜最难吃 你现在我肯定很难开下去 不要这样 如果你们输了 三十秒内吃十个柠檬 一队所有人 女儿 不用三十秒 给他们一分钟时间吃十个 好 每一天都可以都吃不掉 我跟你讲 倩倩每一轮都有一个特殊技能 对 这一轮要激发的是什么技能 就是 回转技能 本轮王牌特攻技能 回转卡 当游戏题目轮到王牌特攻时 宋倩只要说出回转 就可将题目反弹给出题者 并将出题顺序颠倒 我们的游戏马上就要开始了 各位听到这个节奏没有 跟着这个节奏 好 打起来先 厨房里面有什么 黄瓜 绿色 花椒 紫色 厨房里面有什么 乌套 花椒紫色吗 花椒紫色吗 你哪儿看过花椒是紫色的 好 那就不算不算不算 什么不算我都没喷完了王牌 继续节奏 好 厨房里面有什么 紫燃 火椒 不然 宋倩最倒霉了 紫燃就太足了 紫燃 王牌 izar ヴァ 你能没有吃过茶 黑豆 黑色 芒果 黃色 番茄 紅色 菠菜 綠色 給你乳哥 什麼 乳哥 棕色 見嗎 黃色 綠豆 綠色 水果 水果 什麼 彩色 漂亮 漂亮 水果 你是瘋狂兒 我是少 小小小小 我好想笑 我好想笑 有個反轉嗎 到他你就反轉 他在前面我反轉不了 我們這小圓屬於這個出題不對 對不對 給大範圍不行 節奏 廚房裡面有什麼 紅豆 紅豆 紅色 白菜 綠色 咖哩 黃色 黃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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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色 蟹藥 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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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家球房裡的食材是蟹藥 廚房裡不能有洩藥 你的火鍋店誰還敢去吃啊 不是 我不是說火鍋店 是藥店 火鍋店 因為是千千做了 所以海青姐繼續往下出題 好 沒問題 好 來 節奏 廚房裡面有什麼 八角 八角是什麼 你真的是開火鍋店的嗎 對不起 是 桂皮啊 八角啊 學生前店 火鍋店 該有的什麼沒有 不該有的什麼都有 我這個髮型越來越高啊 我才知道啊 好 海青繼續出題 來 你小心一點 廚房裡面有什麼 桂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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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好難 他好刁鑽 真的嗎 哎呀 我求你啊 我請你 對不起 沒有 反應不過來 真的難度高 真的難度太高了 我錯了 麻辣火鍋裡面都有的 我想他開火鍋 這個條量應該都很小 對 應該都是他最熟悉的東西 他都不認識 我沒有想到老闆不認識 我好久沒上班了 你說簡單一點吧 好 我知道了 好 你再吹一點簡單一點 太難了 答不答好丟臉 廚房裡面有什麼 朝天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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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色 乳豬 棕色 螃蟹 橘色 霉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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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霉不知道 沒說到 我是魔拍特攻 你問我是審問者的 我也不想 我很想哭 霉痘是什麼 霉痘 沒聽說我 是痘味 霉痘就是那種 黃色有一顆黑的那個 霉痘 包湯的那種 长知识了 来 从庭峰开始出题 厨房里面有什么 青豆 绿色 毛肚 黑色 菠萝 黄色 对不起 一下就在情境里了 对不起 这一轮雨暂时就落后 现在双方队员可以进行一下调整 因为刚才我们已经发现了 有些人真的就是黑洞 你到后面去 我到后面去 芊芊 你真的要上来了 我上来了 我说不了了 我答不出来了 王老师拜托了 你不是打击报复 来 节奏给起来 厨房里面有什么 胡萝卜 橘色 香肠 粉色 大葱 绿色 花雕 有人会给我 花雕酒啊 黄酒啊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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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 为什么是我 花雕酒啊 醉姬的那个花雕啊 是黄色吗 还是棕色 棕色 我想到那个雕 我一想就是雕飞的 再见了雕兄 为什么 噴错了 噴错了 噴错人了 意外 意外 当没有发生过这 好 阿佳开始你来 你还说那个 厨房里面有什么 梅菜 梅干菜 梅干菜 我是北方人 我不吃这个 这个厉害 为什么 为什么梅菜 要分按照 这两台机器是串联的 为什么 这两台是串联的 太坏了 梅菜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什么颜色的 黑不拉提的吗 黑绿色 黑绿色 黑绿色都可以 对对对对 好 阿娇请出第一 厨房里面有什么 龙虾 红色 锅包肉 白色 红 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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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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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过没有 没有吃过 所以我脑子里面一片空白 我就觉得是白色 那窝包肉是北方菜 你知道吗 它是黄色的 我身边可以占一个南方人吗 那我身边这也是可能不是北方人 来 下一想一道题目往下出来 接走 厨房里面有什么 豆包 白色 过了 豆包 东北的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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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色 黄色的 香港的豆包就白色的 豆包是有白色的 豆沙包才是白色的 豆包是黄色的 我是个南方人 我们是北方人 豆包是黄色的 豆包是有白色的 香港的豆包是白色的 香港的豆包是白色的 我是个无辜的南方人 北下雪的时候 雪在上面就白色了 这太浅强了吧 我说一个好简单的大理解 从阻拦开始往下接 来 接走 好简单的 好简单 厨房里面有什么 猪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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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听听他说什么 猪腰子 猪腰子吗 就是腰花 腰花 腰花 红色 紫色 棕色都可以 差不多接近的 根据这个猪的年龄 年轻一点的就是红色 年纪大点有可能是紫色 好 这个回答对 那继续 继续出题 厨房里面有什么 土豆 咖啡色 奶油 反转 砂糖 奶油什么色 黄色 砂糖 白色 包子 白色 面条 白色 米饭 白饭 逆粉 回答 白色 还好 我准备好 这道题属于出题太慢 好 阿娇出题 来 厨房里面有什么 蛋糕 白色 雪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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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 当然是红色了 雪肠嘛 雪什么 雪肠 雪肠是什么 雪肠红的 东北特色 你这全是 东北特色 对 锅包肉 豆包 雪肠 我就是死在东北楼里了是吧 K O 不然你有空的时候去东北走一走 我现在就飞 我现在就飞 最后的学胜轮 队长调整一下最强阵容 屏风在前面 屏风厉害 交在前前前前面 然后咋吧 好危险了 三个香港人 厨房里面有什么 黄瓜 绿色 迷迭香 咖啡色 白菜 绿色 土豆 黄色 香肠 肉色 对的 对的 藏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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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色 海带 绿色 昆布 昆布 回转 绿色 百里香 绿色 咖喱 黄色 金椒 青色 海青 海青刚才就是自己的题目没出出来 因为她跟我下面要出的那个字打了那个什么 那我们就来听听听听听的 您这个词刚才卡住 还听得到底是什么 厨房里面有什么 鱼胶 鱼胶 黄色 荔枝 透明 透明 继续 我请你吃一个荔枝 看得见吗 透明 继续 厨房里面有什么 白兰瓜 绿色 树桂草 绿色 金针菇 白色 画眉 红色 等等 这个不行 头发都白了 他就是思考着时间有点长 对 能答对 但是没出出来提 这局最终的比分已经出来了 这轮获胜的是大王率领的除神 对 有请我们的王牌先生 他手里有四个菜股选择其中的一本 除神选一个好不好 是有编号的 好了 第三本 不是这样啊 刚才已经约定了一个惩罚 找一个自己认为做饭最难吃的艺人来拍照 来发微博 对 接下来给你们一个补充体力的机会 我们马上就下一环节 王牌的王牌 美食培训班 游戏规则 本轮游戏 在于考验场上队员的应变能力 美食讲师 传授美食知识 队员要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 吃完自己选择的食物 率先由两位队员吃完食物的队伍获胜 我先来问问倩姐 这一轮你的特攻技能是什么 我这一轮跟你们说 我是可以让时间暂停的 本轮王牌特攻技能 时间暂停卡 当王牌特攻宋倩 喊出时间暂停后 除她以外 场上其余人员需静止30秒 在有效时间内 宋倩可帮助自己队友 左蓝队 带哪三个人上来 左蓝队 阿萨 牵牵 好 小圆 这轮派哪三位 我海星老师 然后沙耶老师 好 接下来 在保证不被其他人看到的情况下 偷偷地瞄一眼自己的食物 掀开看一下 你们的食物是什么 请开盖 在保证不被其他人看到的情况下 偷偷地瞄一眼自己的食物 有人想换座位吗 有人想换座位吗 有 我也想换 有人想换 我想换 往前应该太好了 就笑声亮了 我跟你换好不好 你要换吗 好 没有你 阿萨和千千换了一下食物 我那个真的太 换座位 这什么东西 到你了 好 各位同学们 大家一起来掀开看一下 你们的食物是什么 请开盖 凌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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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果 我跟大家说一下 阿萨这里是鸡爪和鸭爪 薛之谦这里是瓜子花生大核桃 多好 这个多好 这个好好 多好 等一下 这个核桃 它不跟我工具 跟刚刚那个石头有什么区别吗 不 拿两个核桃 这样压就好了 真的可以吗 那最后那个怎么办 沙翼这个是根玉米 这是个柠檬 那边是什么 甘蔗 我是放盒 我是放盒 里面了 里面了 哇 爱心小便当 我这个厉害了 我这个厉害了 好可爱 那么好 我这个好了 好 今天我为大家特意请到了一位授课老师 这位老师名头非常非常响 我是我们的名品大厨米其林七星大厨 刘一维老师 好 这大厨越来越瘦了 大厨 刘大厨 大厨 朱大厨 瘦我个花生还 處理老师高 老师高 老师高 三号 老师高 要高 штoux学习 你那个 放不进去 拿开 同学们 我们现在正式开始上课了 大家规矩都讲清楚了 都说了 今天给大家交易 一道菜 很简单的 叫做 西红柿 西红柿炒鸡蛋 西红柿炒鸡蛋 要怎么做呢 首先火候上 首先火候上 我从来没有见过三只手的女孩 没有 我 我后面痒 这是用来抓痒的 这是痒痒挠啊 我好痒啊老师 你挠挠你的额头 你挠挠你的额头 挠一下 好吧 好吧 你这是干嘛的呢 老师 我最近吧 有点上火 牙疼 真是我新买的一个牙刷 你这 你怎么越刷毛越少呢 牙刷不好 有时候爱掉毛 好 那我就不管你了 你这吐的是什么呀 你怎么随地吐痰呢 对 刘老师 这个 是一个标本 可以当书签 书签 对 也好找 你看 也好找 你们家所有书签都甘蔗做的 有时候闭着眼睛 闻着味儿也能找到那叶 好 西红柿的西 云南百亚牙膏 让你好口腔 吃啥啥都香 来来来 吃一吃 他为什么不叫东宏式呢 请问你在干嘛 不是 不好意思 你们家开火锅店 就这么不爱心东西啊 刘老师 刘老师 您问问他手里和桌子上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我想我想我爷爷了 我爷爷他平时吧 以前都喜欢这样 我刚刚 我刚刚给他磕头呢 想他了那 嘴里那个呢 刚才我看见在你嘴里 是 是 不许痛 不用手 我知道 这个是我 我在进厨师班之前 拿点声 我进厨师班之前 其实我本来想加入武术班的 我最想练的就是吹针 老师 老师合理吧 老师合理吧 合理 肥花灾业都能伤人 为什么叫西红柿而不叫东红柿 这是有道理的 因为当年的西红柿啊叫番茄 它产于西域 这回我看见蔡小姐了 你是流鼻血吗 没有 没有 我刚才美白牙齿 用 牙套 这是牙套啊 对 最流行的 你先放好我看看 好 手放开 这是一种新型牙套吗 这是一种新型牙套吗 有 我见过 我见过 蔡依林同款 我给你拿一大个的 这个牙套更好 谢谢老师 谢谢 好好办课 你以为你很帅吗 不是 好 为什么叫西红柿呢 番茄 它来源于西域 所以呢 我们就管它叫做西红柿 好美哦 那么好 多像 它不叫北红柿 也不叫南红柿 它叫 它叫 小王 小王 你这是在干嘛 我在练习 发音 阿 我 二 一 五 一 发音 要把口腔打开 才能 你会让看歌的真剂 哦 照他这种方法练发音 永远都发不明白 你这牙刷没盲了 那算是第一个完工的 西红柿炒鸡蛋 现在我们要讲一讲鸡蛋 哎 我这个会鸡下午 我这个 太不合理了 我这个干货 好 哇 我的妈呀 有区域不同 有颜色不同 有各自的功能不同 所以呢 在我们中国常见的鸡 有芦花鸡 我吃完了 因为王源和沙蚁都完成了自己的十五 所以这轮获胜的就是我们的十神队 两位队长第二节课有哪些同学要来上的 来 还是我 应该还有没上的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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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二一打开 这边赤饼 这个好哎 好好吃啊 这个好啊 好啊 你这个泡过了吗 我这泡过了 泡面一大碗 这是气水 火腿糖加气水 饼干和那乳酸菌的饮料 酸奶 但是这个这个为什么没有餐具呢这个 那就没有啊 你看 谁有餐具了 谁有餐具了 你自己就有餐具啊 幸亏我自己带 你是快的兄弟啊 幸亏我自己带了餐具 对啊 那还有一支呢 对另外一支 快快来救场 另外一支快 你可以用手吗 来吧 来吧上课上课上课 第二节课呢 就不用我上了 我们请出新近的厨神 谢霆锋仙 我当老师可凶呢 老师都是我们班的 还说什么呢 真的是 老师你要公正了 反正开始吧 好吧来 好 好 说这个刀工呢 其实呢 哎 这个有点闷 我们说了 煎蒸煮炸闷顿局 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一些基本功吧 那说煎呢 有好多人就问 煎比如说最简单的煎牛排 怎么知道它熟不熟呢 喂 喂 喂 在干嘛 老师 刚刚说到剑里 我说什么 你说一遍 老师 说 还比 有 眼 还有 谢霆锋好帅 哎 别动 他不能动 他不能动 有点不对啊 哎 他不能动 来来来来来 夏孙全 你在干嘛 你告诉我们你在干嘛 老师他是唱戏的 这是生诞节 所以我要 你还要我怎样 你还要我怎样 要我怎样 要我怎样 你还要我怎样 你突然 哎我今天可以吃一下午 我这个太不合理了 我这个干货 吃得干死了 我没能力 遗忘 你不用提醒我 哪怕 结局就这样 老师 你别我买喷 我 你在喷烟花吗 不是 过年了是吗 老师啊 两位老师 我在跟宋健打不克牌 一对二 一对二 老师我脱手了 老师我不认识他 老师我是好学生 我不认识他 我在这公司上课的 哎 人家出了牌 你得 我都出了牌了 你得拿掉 我打完了 好 我接着说啊 刚刚我就说到这个尖 尖是最简单的 老师这牌就还给他吧 对对对 我出掉了不行啊 不行 好干啊 时间暂停 时间暂停 年少多少 多吃点啊 这边这边这边 要很多 好 时间回复 好 刚刚说到尖 尖 比如说啊 尖牛排 大家把手伸出来 薛君倩 连怪我都没有 好 刚刚说到尖 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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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的尖的尖都听到了 五成熟 六成熟 七成熟 八成熟 OK 以后尖的尖的尖就知道了 尖 尖 那张是第二 张云呢很多人就把云那个 直接放在盘里 是张 喂 喂 返回到刚刚那个动作 你在喝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人很不科学 怎么说 喝了那么一锅他不打嗝 你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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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这什么东西啊 你玩了那么久 还在玩那个东西 没有 这个T恤刀 你刮一个我看看 这个T恤膏 你刮一个呢 那我 要不要我帮你 你看 哇 好干净 老师 好 现在没觉得那么干了吧 好 老师 好 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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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听歌 刚刚说到那个正义就懂了吧 尖 真 煮 煮 煮很多人问 煮这个意大利面的时候 为什么煮的那个面 会粘在一起 当你煮面的时候放一细细盐 再放两地油 你的面煮好 拿起来的时候的光子也好 而且不会粘在一起 停电 停电 贏了 我们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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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我报告一下 我们赢了 小元队目前已有两人完成任务 所以这轮你没帮到自己队 这轮获胜的还是我们的小王 好 老师上课非常精彩 给我们普及了很多美食的知识 当然也要提醒电视机前的各位 因为我们今天只是一个游戏 上课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听讲 我觉得这轮屏风的演技非常棒 你生活当中真的是那种特别严厉的 老师 如果是在厨房 特别是煮一些比较大的晚宴的时候 确实要很严格 因为比如说有时候上菜 在八分钟内要上700道 那700份 所以就要很丁得很准 不然菜凉了 最主要是这个 如果胃生不好 大家吃了不健康 这个是不行的 而且其实有很多 比较危险的包二叉 烤箱等等等等都是危险的 所以刚才一切都是你生活 和工作状态当中真实的反应 有时候了 也不一定那么准 有时候了 是什么 可能 好 我们掌声谢谢我们的谢老师 谢谢 好 这轮呢我们获胜的是王源队 所以马上就可以选一本属于你们的菜谱了 来 我们有请上我们的王牌先生 把菜谱拿上来 你别推走了 还有三本 一 二 四号 对不对 三号刚才听风选走了 一 二 四号 选那本 那我就选一号 一定可以获胜 好 接下来各位 请把你们的目光锁定在舞台上 下一轮要靠各位的投票 让我们一起进入的是 两队的才艺对决 王牌跟王牌 对不起 你是我的小啊小苹果 怎么爱你都不嫌多 红红的笑料 温暖我的心窝 点亮我上面的光 默色看没有眼泪 我戳了泪 不住口的赞美 让我付出不怕心碎 是你最好的美 让我付出不怕心碎 是你最好的美 我种下一个孔子 终于长出了末世 今天是各位的日子 当那张魔法新虎唇膏 会把她点到指动 问我听不了 对她好 可是她都不知道 难道爱是在感冒 叫啊 三不早 要咆哮 快出招 姐妹打不当 你是我的小小小苹果 怎么爱你都不嫌多 我想问解析爱神如何养成 我想问解析爱神如何养成 我爱的她要怎样才不会再难尊尊 好浓的想念温暖我的心 我地亮我生命的火 我想问解析爱神如何养成 春天和你漫步在盛开的花从间 我想问解析爱神如何养成 从天学花飞舞有你更加温暖 就许问时空我每天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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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说过 这轮表现是需要所有的观众来投票的 所以在表现的同时 就有人已经去偷偷准备了 他说表演之后 我们要替自己的队伍拉拉票 接下来来到场上拉票的是 沙翼 王源 他放过就会太甜 要闲就要多谎言 才下过就要沉热 沉热才不沾过 从酱酸把它切碎 完全配料的滋味 王源好帅 不会做菜的人最可悲 反正吃什么都美味 忘了只能流干眼泪 别问不脱菜的人 不小处的人 只能轻易弄几分 别说你能会讨论 如果不动心有多深 会做菜给你的人 爱你有多深 情绪泛默留恨 他早已付出了灵魂 我觉得特别有心 因为一般模仿不会重新写歌词 我刚刚看到歌词也写得很逗 我早认识你们 我就可以同时跑好几场演唱会 跑好几场演唱会 跑好几场演唱会 好 你把那二线城市的给搁留了 我要三线城市了 我觉得有几个动作 你们学的还是蛮有神韵的 这是什么亮相 是这样吗 还有什么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不用拉票吗 因为你们一直在调票 你来个原版 如果你拿着吉他 演唱会上动作是什么样的 因为 好久没看见 因为 以前弹吉他的时候都会 反正我觉得这样顶着是舒服点 所以会有这么一个姿势 是 太多的伤痕 如果不动伤有多深 小元还能模仿的更像吗 还得插兜吗 插兜怎么插 插兜得帅帅的 不是因为 因为我不是一个会摆姿势的人 真的吗 我觉得你是世界上最会摆姿势的人 行走的姿势 十年前吧 反正那个年代 就拍照的人好喜欢 能不能动作大点 动作大点 那所以其实我呢 我本来是这样的 换个动作行不行 再换一个 换一个 其实这种事情主要是看脸了 主要是看脸了 对 还是看脸的 真的 真的 其实阿加萨跟屏风 其实平时处的还蛮多的 对不对 你们有没有私下模仿过他 因为真的 还蛮 模仿屏风 对 会不会 有 标志性的 你来给我看看 对 那个眼镜 墨镜 为什么鼻孔要放大 对 虚灵风 你们会发现吗 他常常很认真的时候 他鼻孔就会放大 他鼻孔就会放大 我们谁也不会相信谁 我输了 好继续来拉票 我知道小元今天做了充分的准备 因为一定要赢对吗 一定要赢真的 准备了什么 徐老师的歌 芊芊的歌 对 《绅士》 麻烦把你的眼镜和风衣 借我们队长试一下 突然 来来来 把眼镜 换几个 对 给一个 给一个 突然变成了屏风版 给一个 给一个 来 小学生你跟我一起插我 眼镜 眼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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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次要把动作也做出来了 我这次要把动作也做出来了 MV MV都来了 放肠背后抱了一下 是独长我再不能说想你 哎呀 哎呀 一种荡纲人时的绅士 闹了个小花疤 I'm here There's nothing I can 干嘛要顺时变成太坦一号 好 现在拉票 我宣布到此就全部结束了 我好担心我们这一队 我也觉得有点悬 但是所有的表现呢 观众都看在眼里 看看你们支持哪一队 哪一队获胜的话 将会获得下一本 我们的十神秘集 来 各位请拿起选择器 这一轮观众投票 开始 这一轮观众投票开始 208票对183票 对于这一轮获胜的是 祖兰率领的除神队 好 马上呢就要开始来出取 这一轮的这个食谱了 来 有请我们的王牌先生 我们又可以选一个菜单了 这一轮要终于选一个吧 还有二号和几号 二号和四号 四号 选择四号 好 不能打开看 四号的 接下来我们马上会进入的就是 最后一轮 老齐筋骨 翻转吧 荷包蛋 翻转吧 翻转吧 荷包蛋 翻转吧 游戏规则 两队各自派四名队员出战 三人扮演荷包蛋 一人翻蛋 90秒游戏时间内 翻蛋者要将对方荷包蛋翻起 比赛结束时 荷包蛋翻起数量多的一队 获得胜利 这轮倩倩还是有一个特殊技能 是的 又有特殊技能 我有一个旋转技能 本轮王牌特工技能 旋转卡 当王牌特工送茜 喊出旋转时 可以令任意一名对方队员 暂停游戏 并原地旋转十圈 来 两位队长 第一轮谁出战 就我了 你翻还是当荷包蛋 翻 队长先来翻 我炒荷包蛋 炒蛋 对 那就算了 我们赢定了 我趴着他根本翻不过来 不用倒蛋他都翻不过来 不可能 好 清风对王牌 好 好 现在两队都已经准备正绪了 接下来所有的荷包蛋 请趴下 趴下 开始趴 你先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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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先趴 为什么我先趴 怎么趴 就往下倒 好难 我根本跪不下来 好弄乌龟 我们帮一下 挨个儿帮 挨个儿帮 厨身 谢谢 你真有点事 你害死我了 大伙儿跟他们就靠近点 两位队 别分开太多 好 好 现在所有的荷包蛋已经准备就绪了 两位大厨 三 二 一 开始吧 三 快去没时间了 快去没时间了 快去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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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好可爱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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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这边 他们 他们在联合 你们也趴一起去 快去 快去 快进攻了 还好 坐这 坐这 停这 往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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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远已经超过两个了 平风还没有成功 因为这几个蛋实在是有点重 好 这哪里是荷包蛋 这分明就是鸵鸟蛋 好 翻过来了一个 快回来 浅浅在挣扎 浅浅被救回来了 两位大厨又展开了彼此之间的肉搏 现在太子能自生自灭 阻拦 快回来 那里有一个逃跑的鸡蛋 鸡蛋你给我回来 好嘞 玩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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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四十秒 玩远 打了 我下来 帮我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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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带出去 加油 王阿元 现在两位大厨间产生了焦灼 王阿元 起来 你们考虑一下刘一伟的感受 你们考虑一下戴的感受 快点 快点 20秒 王阿元 压着他 不行 这边挺会 翻过来一个 翻那个 王阿元 王阿元 翻那个 快 王阿元 不要丑 王阿元 你不要丑 还有10秒 9 8 7 6 5 4 3 2 5 5 1 1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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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 3 3 3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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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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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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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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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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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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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5 6 他们的策略是 用逍遥的体重优势压制两个荷包蛋 太明辩子了 你去哪里 没关系 我们赢了 过来 把心脏推开 把线蓝推开 加油 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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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单命了 15秒 还有10秒 10 9 8 7 6 5 4 8 8 5 3 2 1 时间到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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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容易 体力大战了 当然通过几轮的这个争夺 赢了之后 马上就有秘笈可以拿了 对不对 来 我们请唱最后的一本 十神秘笈 好 肺肺来咯 最后一本属于王源 2号 你们有几本 2号 1号 2号 这边是3号和4号 所以接下来 我们马上就来一一地验证 到底谁抽中了真正的十神菜谱 小元 这边是1 2 那你们先来亮一本 1 2 3 1 2 3 打开 好 好 好 里面没有内容 好 然后 要我们打开一本吗 那个Jolin那本 有没有 有没有 上菜 每个人都很好奇 属于自己的那道菜单 到底是什么 小元怎么啦 好 然后 有吗 有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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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亭峰这本有的 我们也有啊 新年快乐啊 我们的不是菜谱 这不是菜谱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是一道什么样的菜 新年快乐是最重要的一道菜 哦 你看 那亭峰这个是什么 真的是菜谱吗 其实这是一本真的菜谱 哇 真的是 它上面记录的每一道菜 马上就会在现场出现 饿吗 哦 饿吗 哦 哦 接下来 各位 准备一下 请入席 谢谢 各位都已经入座了 刚才我说这是一本真正的王牌菜谱 上面的每一道菜 我已经对应好的准备给了各位 来上菜 哇 选美一样 这的元格跟姨钳电子发起来 还有聚 回去 穿着一种龙躬的感觉 就站在里面不放下来 放了 小心 好的 谢谢 好 每个人都很好奇 属于自己的那道菜 到底是什么 我们三二一一起打开 好吗 好 三二一 请打开 饺子 不一样的 我这是大肥肉片子 我砂锅 砂锅呢你 这是萝卜糕 萝卜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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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先尝一口给你们准备的菜 先尝一口 香港的味道 好吃 尝完之后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在你们这个盘子下面 压着一封很简短的信 哇 好多字 哇 我不敢看了 哇 真的我不敢看了 哇 好感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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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明显 达相对 谢谢 好感动啊 养病 但时间过去这么久了 才发现我们当时 没有理解爸爸的想法 爱他就应该让他 做开心的事 今天给你做这道咖喱鱼蛋 也是想对你说 哥哥你辛苦了 现在我已经长大了 也可以为家里分担 希望你能开心 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别为我们担心了 好妹妹 其实咖喱鱼蛋在香港 就是很普通的 一个地道的小吃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 爸爸病重嘛 还有是消化系统的病 所以到最后呢 一吃什么进去 不吃流质的 他就会吐 有时候会吐血 那所以我们家人呢 就觉得 哎呀 你不要辛苦了 你不要吐了 所以就不让他 吃这个咖喱鱼蛋 但其实那个时候呢 已经是爸爸 最后的一段日子了 所以他就好想吃 好想吃 他结果还是吐血了 但是他吃的时候 其实是好开心 后来我们就 有点后悔啊 其实有时候 你爱一个人 不一定要他做一些 我因为保护他 爱他 我要他 听我的命令 有时候爱他 就让他去做吧 就让他做自己 喜欢的事 不是做 我希望他做的事 希望社群人 就让他去吃 得这个 没错 还有 那个 但혼 不bbles 有时候 很早 我 我奶奶知道我爱吃咖喱鸡 她就会一直给我做咖喱鸡吃 后来奶奶年纪慢慢大了 后来就变成我跟娘娘 我们上海人就叫 应该叫姑姑住在一起 所以呢姑姑也照顾了我十年 当奶奶不能再 就没有能力再给我做饭的时候 就娘娘又延续了奶奶的厨艺 给我做了十年 所以奶奶现在是去世了 我现在工作很忙 去年365天 我只有5天在家里 然后 然后就突然 其实我跟我助理还有我的亲戚人 就每次说他问我要吃什么时候 我都会选择咖喱鸡 因为他预示着我回家了 对 小元怎么了 没有没有 其实我还好 这是拔丝地瓜 叫拔丝土豆 我可能 可能有七八年都没有吃到过这道菜 因为我从小是奶奶待大了 所以说 当时家里面也没有钱 然后 就是 奶奶就会给我做拔丝地瓜 然后每次都嫌她 我说你糖放太少了 然后 撕拔不起来 然后 后来 就上学 然后又没有 经常能回奶奶家 然后 现在就是出来 强强年纪出来 工作或者上学 都没有很能去照顾他们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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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只好爷爷奶奶肯定会看这个节目 所以就 一下子就控制不住 就还 还好 没有 没有多大事 然后就 虽然 虽然爷爷奶奶就 也没有离开 但是 就希望 大家 就如果离家很久了 就 还是多回去看看家里人 因为小的时候 我跟他们说过 我说 以后我会赚大钱 卖很好的房子 然后 带你们去 特别好的其他地方去旅游 那现在我就 只想说 多抽空回去看看他们 或者怎么样 其实可能爷爷奶奶 爸妈妈 奢望的不是说 你赚多少钱 就是多陪陪他们 就是希望还是 孝顺一点吧 就没有了 奶奶知道你好乖 太煽情了 但是拔四地瓜 其实你说不是大菜 但是一点都不简单 对 你回去跟他说 他很棒 沙翼这个他都不敢看 怎么了 沙翼 他根本不敢看 他说他不看 为什么 因为 因为这封信是我爸写给我的 我们俩很少交流 父子之间 对 亲笔信 对 因为我小的时候 有点叛逆 然后我爸爸又是属于 特别严厉的父亲 我从小我们俩就很冲突 这个菜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菜其实是我印象当中 我爸爸给我做的第一道菜 那个时候我已经上初中了 因为我小的时候 和我妈妈走得特别近 然后突然间有一段时间 我妈妈因为工作的原因 就是她要去别的地方 然后那一段时间 我一直跟我父亲在一起 那是刚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是我整个人生最黑暗的时候 因为每天我要面对她 因为我认为全世界我最讨厌的就是她 然后其实我爸爸也不怎么会做饭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每天我放学之后 他就带我去我们家旁边各个小馆吃个遍 然后这道菜是我在饭馆里最喜欢吃的菜 后来有一次我回家 我发现我爸模仿着饭馆给我做了一次 这是我印象当中他给我做的第一道菜 信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有点不敢 行 我大概我念一下 因为他很少给我写信 对 春节快到了 祝儿子杀意 新春快乐 一生平安 看 知道我们有距离吧 希望你在新的一年里多注意身体 一定不要太劳累 有时间在家多陪陪孩子们 多和他们沟通 交流 多给孩子们关心和教育 千万不要惦记我们 我和你妈妈都很好 吃得好 睡得香 身体都很健康 我们活得很开心 很顺心 你就不要为我们操心了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注意身体 少喝酒 爸爸 我说 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有时候其实父母跟孩子 总会越来越远 你长大了 然后慢慢其实他们 有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 再跟你好像特别像小孩时代的沟通 好像做你小时候爱吃的那个东西 好像是他们唯一能够找到过去 那个感受的一个方式 我每次回去他们 这十多年其实他们 重复给我做同样的菜 回家 其实有时候我已经不爱吃了 但是我 就像居之前说的 我觉得这就是家 我吃到这个菜 就证明我回家了 好 好 好 大家都在回忆过去 我就展望一下未来 这道菜是我女儿给我做的 很简单 她十岁 她给我写的信也很简单 旺旺 你最爱的蛋炒饭来了 不管多少山寸海味 都比不上我做给你的蛋炒饭 因为我们家唯一缺陷 就是没给她养狗 所以她给我起了一个狗 叫旺旺 孩子不一定会做饭 但是她不管做什么 她就是在传递一种爱 这个爱在我们家存在 我们家就很幸福 很健康 今天我们整场主题是决战十神之夜 但是当大家看完整期节目之后 发现出现在十神和除神 反复对决的这个舞台上的每一道菜 真的没有山寸海味 没有那些需要特别大的 昂贵的代价去换回来的食材 能够让大家在这里去回忆的 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手艺 就像大家说的一样 这是最简单的家的味道 在我们记忆深处 永远不能磨灭的家的味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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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的分享 二月十号 决战十神 为爱与美食不可辜负 大家一定到影院去支持好吗 好 谢谢大家 我们最后呢 一起来一张爱的合影 用我们的Vivo X9 两千万前置柔光宿舍 照亮我们的美 照亮心中最熟悉的爱的味道 好 来 好 谢谢 中国娱乐 人民网 新华网 光明网等平台 对于版红的大力支持 下载人民日报网易腾讯 新浪凤凰 搜服新闻测试端 今日头条 Darker 360 搜索 兴趣部落 界面 百度推发 全明星汉等平台 获取更多的新闻 你活不了今天 大家好 我是谢霆锋 冬天来了 这么冷的天气 要吃什么才可以保暖的 今天 我就叫大家煮一道 秘质 忘煮腩 首先 我们要选一块 上好的羊腩 羊腩可以去世性 暖腥味 称之为 做暖腩的时候 一定要加一点蜂蜜 但是千万不要用 乌拉圭的蜂蜜 因为暖腩 不可以有太多的 瑰蜜 羊跟萝卜是最好的搭配 但是千万不要选上 花心大萝卜 如果 跟花心大萝卜一起煮的话 暖腩 就会变成 花心大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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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羊奶的时候 用离子 压在羊奶上面 这个方法叫做 李亚娜 把火开到最旺 李亚娜就会变成 旺图兰 千万不要忘了甜品 今天 我叫大家做的甜品就是 很远中的网牌 我叫它做 网牌 左手 右手一个满足 左手一个满足 左手满足 我们还要告个歉 记得不能用奶 只能用宋的 这个才是 宋茜 李亚男的王祖男 好可爱的王源 再配上温柔的宋茜 今天 就是 最完美的 王牌套餐 王牌套餐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